我认为这种解读的方式 就是这个是不算是很周延 除非他有讲 我们决定取消以前曾经承诺 不派解放军进驻台湾 否则你不能做这样诠释 因为两岸之间关系之中 越来越密集 然后有很多以前的政治承诺 你不能说指望每次的白皮书 要把所有的政治承诺 有一个长的清单 一点一点的重新再讲一遍 但是我们却要这个解读 有几个蛮重要的重点 就是每次这些白皮书出来的时间 其实都代表台湾政治 在发生重大转变的节点 第一份白皮书出来的 在1993年的这个8月间 第二次是在公元2000年的2月间 一次是在那个时候 已经开始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 开始有松动跟结构性调整的迹象 而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于 李登卫总统出访过境美国 所遭受的态愈 而且来开始美国的这个国会 开始就大量的对这个事情 产生了不以为难 后来慢慢慢慢发展到1994年 就是这个叫做出访康乃尔 那公元2000年是我们当时 这个就是说政党轮替 而且在就职之前所以他发表这个白皮书 而这一次我们其实这个一直有人在里面讲 说这次发表的单点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北京感觉到 就是他这个指控 华盛顿正在掏空所谓的一个中国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是不是他们感觉到这个内心极度的 这个认为这个怀疑到 他这个地方要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所以再出来再把这个发结构 就是白皮书把所有的话 再重新再讲一遍 所以你看里头的内容 有很多东西是讲的是 以前所讲的东西老调重弹 但是我也觉得 大家不要这个就是忘记到几个重点 就是对于未来想要做什么事情 他还是非常详细的把它列出来 我认为在解读的时候 要看到他对于我们 就是未来这个之中 如何处理两岸关系之中 他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 这个政策的宣示 那讲是这样讲 但是能不能如何的落实实行 这是我们要继续去观察的 另外还有一个再提醒一下 就是九二共识这个词 跟一个中国原词这个词 总共并列出现了四次 所以说我们在国内之中 经常有人刻意的说是 一个中国原则就是等于九二共识 那个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在这个之中 他特别把一个中国原则 与九二共识 两者并列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两者之的意涵 其实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 将它认识清楚的 我们这个两岸关系屋墓 台海情势紧张 然后全世界各国都喜欢拿台湾做文章 无论是做模型的 拍电影的 退伍的将领 这个失忆的政客 什么人都来那边指三道四 然后做出这个 不知道用的是塔罗牌 还是水晶球 而且每个人都在那边 各种的去推估 这个可能开战时间 又是如何如何 但是这个说 没有办法 没有一个人拿出 真正具体的 这个就是因果关系 同样大陆也有三个时辰 第一个时辰就是所谓的建党百年2021 那个已经跳票 然后又有的所谓的建军百年2027 然后现在又有了2049 说是建政百年 各位我们今天在历史上 有没有谁谁是碰到 因为100周年 所以非要把某些时辰给解决 就是要解决哪些未完的事情 把它解决 我觉得大家很多事情 只要用最基本的思维 但是两岸因为这个就是关系不墨 人心不安 越是在人心不安的时候 会声会影到搞得大家紧紧张张 鬼影床床 这是人性的心理 这也是真正是很无奈的 至于刚才所讲说 会不会因为今天把以前说 不派解放军来台 然后这个就把它拿掉之后 就会有变化 我想这个统一的攻势 有很多很如凯翔刚讲 假如透过武统 那就没有什么其他任何商量的余地 那假如透过就是说 不同的谋事 来这个就是寻求统一 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的话 假如不是透过这个真正非武力 叫非和平手段来通过 那这个的东西 会有很多的变化商议的空间 我个人博士论文写的是 这个两德统一之后 如何去解编或整编东德人民军 东德人民军一直有一个幻想 叫做一个国家两个军队 其实那个没有一个人 做过这个政治承诺 可是却把那十几万的东德人民军 整整骗了八个月 那八个月一直有这种虚幻幻想 所以我们必须也必须要承认 假如真的是两岸趋向统一 绝对不可能会有两支军队 这个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与其去承诺一个 完全要做不到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是 这个开始真正真正的 越来越务实来做 我们无论回顾当年的 告台湾同胞书夜九条 将八点这样一路的下来 你会发现他所开的条件 你的感受是越来越严苛 但是从另外的一个感受 就是原来那种打高空 这个做不到的事情 他像夜九条的第七条 就是台湾可以保留自己军队什么 那个是完全是不可能违废 就是违背这政治的常理 而且又讲说党对党的谈判 那也不可能是产生的事情 所以你只能讲说 中国大陆对台的政策 是越来越具体 越来越务实 急迫感越来越高 但你从这边能不能真正推之说 这个未来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会不会有第三任 或者说他一定要以第三任 为这个条件才能 以这个就统一台湾 这个中国统一 然后统一台湾 才这个作为接第三任条件 我觉得这中间也没有因果关系 你千万不能相信这些 因为绝大部分 所有的推演之中 都是这个就是 这个结果是不利 但是问题你不能靠这些推演 所有这些冰棋的推演 它有基本上有三种 一种叫modeling 一种叫simulation 一种叫gaming MSG modeling是一个很小的 接战状况 然后他一定用反复的数学的验证 这样跑 跑几千次几万次去做 那叫分析式兵棋 第二一种就是像我们人机界面 或开船的模拟器 那叫simulation 这种的兵棋对演叫gaming 整个gaming他只能找出怎么样做 一定会错 他没办法去找出怎么样做 一定会对 因为战胜不复 这个将军永远在准备 这个就是上一次的胜仗 而不会去没有办法利用这个 去做任何的预估性 所以任何的兵推 没有办法作为算命的工具 或者预先推估的这个方式 而且他有很多的系数 有很多的参数 即使用电脑 他都可以去做调整 所以你要什么结果 他就有什么这个结果 所以他就是另外一种的塔罗牌 另外一种的水晶球 所以他只是在那边 好像讲出来煞有介事 去满足 这个说你某些某种的期待 以前我们曾经也有美国 要说服我们去买什么船 或者买什么武器 刻意用这些推演的结构给我们 后来我们发现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想大家必须要有一点认识 真正所有的战争 永远在意外的发生之中 美国要是这么厉害的话 那他怎么没有事先预估到 这个当初这个海山会 这个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他怎么没有发现 就是说没有办法预测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必然会发生战争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就是说究竟在哪一个端点 他突然就发生起来真的是很难预估 那你更遑论去这个就是推估 真正的战争的就是结局 我可以跟各位讲 我来自高雄 在高雄这个中列石外面 他是原来的日本的晋国神社 同一个地点把晋国神社推掉 然后重新盖 在外面有一根柱子 叫做大东亚战争的纪念碑 那个设立的那一天就是珍珠港的那一天 大家都只记得珍珠港他去打美国 但是他同一天他也南下去打菲律宾 他立了好大的六根柱子 有两根已经腿痞了 那个柱子上有讲 我们这一把就用大东亚战争 把所有事情问题解决 他那个时候他会认为他会打败仗吗 对不对 他要打败仗他还会再真正的去动手吗 所以我们各位要知道 我们有很多的战争的发生 真正挑起战断的那一方 从来就没有认为他会打败仗 到了最后却是很可能推下这个苦果 那同样的也是 我们建军备战是希望战争不要打起来 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做法 就是好像一直在那边 就是建立了军备 就是这样讲我们绝对没有问题 这一次整阵的这个 中国大陆围台操演 他在那边船在东部 所在那边献身的海域 前几天就是蔡英文总统 带着舰队到那边去展示武力的 同样的海域的周边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大家必须很务实 现在面对中共能够不要开火 是绝对 他们也没意愿 我们也没意愿 大家都在那边要去摆出这个姿态 然后我们现在就怎么样 未来的新常态 就是共机在我们周边飞 共舰在我们周边绕 那我们究竟 如何去改善两岸的关系 用建设性的对话 那个才是解决真正紧张的 最重要的根源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